玉里桥头假日市集在去年8月份开幕 到现在已经将近一年多 不过就有民众向玉里正名代表反映 假日市集不够吸引人潮 那么正代表徐株就在玉里正代会定期大会联合总咨询 要求政公所能够尽快来调整并且改善 玉里桥头市集在去年的8月开幕到现在已经将近一年多 不过就有民众向玉里名代表反映 假日市集不够吸引人潮 徐株代表就在玉里正定期大会联合总咨询时 要求公所尽快来调整并且改善 市集的方式做 如果是美食就以美食为主 应该这个市集是我们政公所自己办的 希望你们自己好好管理 不要放任 承办单位圆明克说 会先召开摊商座谈会 把摊商召集起来 大家集思广益 把需要改善的问题提出来 公所来解决 所以他目前虽然说他的摊商 明显的不足可能也是没有什么亮点 但是我们会公所这边会再加紧努力 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机制 让这个桥头市集让他能够更公平的去做一个营运 玉里桥头市集 地点就在玉里镇明泉街与中华路口 以及明泉街与民国路二段路口中间 目的就是希望透过市集 让更多游客以及在地居民 能够品尝到在地美食 工艺创作 特色农产等等 许一珠希望工作再进一步的调整来改善 记者高雄雄玉里镇采访报道